感恩树枝葉茂密 走近一看发现 原来每片树叶 写满的是孩子对家人的感谢 这么年中 美国皆续在11及12月 要过感恩节及耶诞节 达斯大幼儿园安排相关节情活动 今年有孩子演绎感恩节的故事 服装道具都是会受在利用 老师们都很认真很努力地 从两个礼拜前就开始制造 制作这个道具 每年都是用白纸来做 它的领子还有围裙 然后消耗很多的白纸 那今年老师就认为说 那我们何不用布来做 那我们就可以每年使用 应景的表演让孩子了解 感恩节的由来 而温馨的手语歌 也让师长沉浸在幸福氛围里 今天我们透游这个活动 我们让孩子们真正地去感受到 就是我们生活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你享受了生活的乐趣 生活的舒适安全 我们同时我们要去感恩 我们身边所有为我们付出的人 感恩节不用吃大餐 孩子们用感恩心祝福 人人平安 大家新闻 吴一轩 李淑霞 美国报道